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6月7号台北国际电脑展 可能比较吸睛的一个题材上面 它去做一些的一个股价 题材性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今天的一个中场 我们可以发掘到整个一个指数 它是上涨238点 收在21803点的一个位置 今天比较重要的就是OTC的指数 终于终于 在这个时间点它去创高了 我们说在520之后 台北股市它非常重要的 就是内资力道 它能不能够去做一些的抬头 也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可以发掘到 台北股市在最近面 它比较重的是在自己筹码面 比较重视的好像筹码面 比较投机的好像是在股价低 比较低的股价 它不太重视获利面 是这样吗 台北股市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真的可以不管它的基本面 随意的去做操作吗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的话 会从这样的议题 引导到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那你也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 我们在上一个礼拜 谈到的不管是CPO的一些的概念个股 甚至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尤其是广民集团的一些的概念个股 广民拉上了涨停板 那维星也大涨 罗生是涨停板 整个一个冲态是大涨的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里面都会来详细的告诉大家 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天的指数是创新高的 但是你很明显看得出来 它没有办法有量 那也就是说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它一直没有办法去做出量 去确认台北股市的一个多方上面的力道 它到底有多强 那可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它只要去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的好处是你看它这个KD指标 也就是说它过去里面 它都是呈现了双背离 尤其是你的量是背离 你的KD也是背离的 但是在这一次里面来讲 它的终于在今天的创高 它是量是背离 但它的KD并没有去做背离 而OTC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电脑里面 它今天的指数终于去创高 我在之前讲了 你的OTC你跟集中去比 集中是始终没有出量 但OTC它曾经出量 我说它出量KD指标 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这个一定会过 它基本上这个高点它是一定会过的 那能不能过期这个高点 那就是看它的量 它的量 那目前的量还微幅的不够 也就是说OTC跟集中市场都是一样 KD没有背离 量能上面背离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在周线 周线上面你看这个是贵买的周线 周KD大背离 这叫熊市背离 那集中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 集中市场里面的一个周线 也是背离 也是量能上面去做背离 也就是说 你要把整个台北股市连接15152到1736 这个上升压力线 你去做站稳 那你唯一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去做补量 而且必须是有价有量 那换句话来讲 假设它爆了一个大量 它未来里面跌破大量区间的低点 那那个爆量也是属于出货 那你要小心 那在最近里面大家就讲说 那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曙方老师你一直说 你要保留三层的现金部位 或是三层的投资级的公司在 或是A等级的公司在 可是行情看起来很热 你看起来是如此 指数一直在涨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发觉到 我跟你讲的持股七成 如果你好好运用这七成 你比那些用百分之百 融资使用万色飞标的人 你的绩效会更好 那为什么 你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 它轮动速度很快 在4月18号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你十层的持股 你射飞标 你去射大家那时候最爱的 4月18号 是不是15类16类的电机股 到今天终于跌升反弹 1015的重机电个股 今天终于跌升反弹 你如果没有去保持 你三层的现金部位 请问你就算它跌升反弹 你要如何去做解套 再过来就是所谓的基电个股 基电个股之后就营建跟资产 也是一样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问题不在于你是持股百分之百 还是持股七成 而是来自你的策略面 你一定要充分的运用 你在了这里来 你的周线的背离 你就是要谨慎的因应 你要让你自己的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稳定的去做一些的操作 你KD指标在高档 你就是你资金去做切割 如果你的资金去做切割 换句话来讲 你在一档个股的资金 你本来是买一层 你就先买个0.5层 下来它的拉回下来 但是它的中短线的支撑没有破 它大量区间也没有破 或是它重新打底 你剩下资金再进去 其实你大部分的股票都解套 大部分股票都解套 这就是一个策略的运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跟大家讲的 你保留出来的现金部位 三层或是投资级的公司在 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 我不管你这一波是涨到2万2 还是2万4 在周线背离的情况之中 你就必须这样子 你有手上保留出现金的部位 你才可以什么 你才可以在这里面来讲话 选对了个股去做一些的厮杀 不然的话你乱射飞标 在最近台北股市有四成的资金都在做什么 当冲 它当冲的过程中 你百分之百资金你都进去 你会很可怕 我随便做个举例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这是2363的系统 看到没 你今年百分之百资金进去 进去 然后开心一下下 这样下来 如果你买到这里的过程中 你这样一下来 你8个%就不见 你8个%就不见 所以你如果有去做保留资金 因为KD指标在相对的高档 你又去保留资金 你这样的一个运用 假设你今天只有在高档上面 买个0.5成 或是你10万块买5万块 100万买50万 1000万买500万 你就还有剩余的资金上面 你再来去观察 它到底是不是转弱 还是只是当冲客的一个干扰 这就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你都要留意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你要有量有价 任何缺一的现况之中 你都不可以去做追高 你买股票你也可以低接 你看8210的情城 今天涨停板 我在什么时候跟你讲 是跌下来的时候跟你讲的 6223这个旺系 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在礼拜五的涨停板 你再去追涨停 你今天拉回 可是如果你在之前的拉回 你去买 你是大赚 对不对 你是大赚从400多块钱 400出筒 大赚到500块钱以上 这就是一个重点 我就说你现在里面的台北股是一样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 6188的一个广名 今天的涨停板 他也曾经拉回过 这礼拜五是不是拉回 然后2377的一个所谓的微星 礼拜五是不是拉回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充分的运用 你的一个资金上面 你持股的七成 你可能因为如此的一个策略 你赚得比百分之百 持股满党融资使用的人 你赚得更多 因为你心会定 你不会随着盘面上面去做追高杀低 假设你今天里面来讲 持股巡程 融资去做操作 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受到影响性 就像在之前里面 为什么1519的华城 从最高杀下来 这个反弹就是已经有人违约了 因为他没有钱 他没有钱他还硬要去做 最后就变成违约的一个交割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部分 所以周线上面的背离 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中 没有改善之前 你都是要三成的现金 而这三成的现金 只是让你能够在股市之中 你操作得更安定 你更能够选股正确 你更能够用操作正确的方式 像我们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讲的一些的个股 不是等到涨上来 我才跟你讲 我都是在之前跌下来的时候跟你讲 这就是你有现金部位 跟没有现金部位的差别在哪里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随时留意资金流向 我就跟大家讲 在当时候4月18号 在当时候的5月份 电子资金比重降到38% 我说非电过热 没人信 到今天回来 到整个电子个股到七成 你又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我说股市它很奇妙的一个地方 就是人多的地方 它很难让你赚到大钱 因为股市之中的名言 就是少数赢家 当大家全部的资金跑到积电内 积电内就下来了 当全部的资金跑到非电内 非电下来了 电子上去了 这就是一个重点 所以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在今天里面 因为新台币是升值的 新台币是升值的 这种情况中 新台币升值就代表 亚洲货币都升值 你看 所有的货币都上来了 因为被动型基金里面 就能够去做进来 就像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在最近里面 我不否认 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投机意味它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因为投机意味比较高 你就放弃了在过去里面 你坚持的一些的原则 那你怎么成为赢家 你可能这个时间点 你看到了这样投机的 可以有道的一个赚钱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你最终一直这样子投机 你到最后 你所有赚的钱 全部吐光光还不够 这就是我在股市里面发现的 就像我在跟大家讲 我说CPU绝对是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高速传输一个东西 但是它必须要明了的是 2025年台积电才会认证 2026年才会小量生产 2027年它才会开始什么 大量性的生产 所以在这过渡期的过程之中 你就要去了解到 它的差别在哪里 它就把很多的光通讯 或者是很多的晶片放在 像光通讯就是换到交换器里面 再过来 它本来是一个晶片 对一个什么插槽 它现在是四个晶片 在共同封装之中 一直的先进封装之中 整合在一起 只有一个插槽 晶片加载板加PCB 直接在这里变光引擎 所以你的铜线跟过去来比 你就比较短 所以你Lost掉的一个讯号 就会比较短 对不对 你本身来讲就会比较节能 就是说你比较省电 而且你的讯号的一个遗失 也会比较少 你在这边之中 你当然可以比较投机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光通讯的概念个股 或是我就跟大家讲说 3363的一个上权 它第一季不会赚钱 你看今天也是创高了 可是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知道它不赚钱 你基本上就来来回回的当充它 能够去赚钱 我说SOLA跟NVIDIA 它共同的概念个股 当时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3450的联军 它在这 你把我涨停 今天又涨停 到明天就乖利比较大 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6223的一个旺系 我就跟他讲 我当时是跟他在这里跟他讲 500块本来就是整数关卡 第一次碰到 你就要稍微去尊重它 这个插槽 也就是说这个插槽 来自于电源供应器 我说在GTC大会里面 这个插槽上面 能够唯一的电源供应器 在辉打上面认证的过程之中 它就是谁 台达电 台达电我是不是在这里的时候 跟他讲说 他的一个法说会说得不错 只有310 我说他法说会说得不错 第一季是落地 未来季季高 而且在这一次的机器人里面 他本来就是模组跟马达 对不对 他也会提供出来视觉 这一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他也会有视觉机器人 你自己去留意 到这个时间点 从310几 320几 到今天的高点 340几 难道你可以说 他是没有获利的公司吗 他是投机公司吗 什么人 养什么样的鸟 对不对 一样投资朋友 你不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拿很多的借口来说 你要在股市长期这条路上 建立对的一个方式 7成的持股可能都比很多人 数方我 7成的持股可能比很多人 10成持股赚的钱还比较多 而且我们都是在低档布局 我说长线跟短线上面的不同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台达电从310几 320块出头 到今天里面来讲话 已经来到348.5 将近350块 有没有超过一成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边里面来讲 鼠方已经开始推出 新的一个单元 有产业独家的讯息 你这个时间点 你要加入我们 不要再被诈骗集团所骗 连我自己看了 我自己本身的诈骗的 一个部分广告 多到个不像话 那为什么不加入 鼠方的官方line 小老鼠Queen女王 QueenQ-U-E-E-N-88-59-8 那YouTube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扫描 它的QR Code 李鼠方股市全方位 这样所有的一个资讯 你就能够一手的掌握 而且可以跟着我们 在第一档上面动足先机 跟我们一起在 第一档去做布局 在享受波段的获利 总比你每一次来讲的话 看到很多人 去追涨停板 演涨停板给你看 绩效来讲的话 又不怎么样 好多了吧 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 获利的绩效 可以让你看得到 所以跟上鼠方 全新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下个阶段 再针对这一次 台北国际电脑展 它的亮点到底在哪里 来详细的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这里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的大盘 五日均线的正乖里 我们看到 五日均线的正乖里 它比较大 所以明天里面的台北股市 不适合去做追高 如果以指数上面来看 它是不适合去做追高的 只要任何大盘的 整个一个正乖里太大 它基本上而言 它就会正 它回到这五日均线 以盘待跌 或是直接拉回 所以它五日均线 乖里又比较大了 所以你就不要过度的 去做一些的追高 但我们刚刚也谈到了 像6223的一个旺系 在当时候400多块钱 沿路以来都推荐 到了500块钱以上 对不对 然后3450的联均 我说是SOLAR跟什么 跟NVIDIA的概念个股 沿路以来 从70几块到现在 已经96.2 第二根涨停板 我们再看看 机器人概念个股 当然在整个这种过程中 我没有办法去摆脱 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是什么 如果你这家公司 还没有办法去做赚钱 你要我把你形容得很好 让投资朋友里面来讲 运营跳进来 你看这我做不到 我就要先跟大家讲 这是我做不到 我宁愿去选 有赚钱的公司 就像我在之前 跟大家讲过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上权 虽然有跟台积电合作 但是你没有赚钱 基本上你就是上上下下 来回去做当充 一样你的所罗门 已经开始什么 已经开始分盘交易了 你要去留意的就是 跟整个一个所谓的 辉达黄仁勋董事长很好 是不是广达 广达旗下就是广民 广民旗下就是达民 达民机器人里面来讲 在这一次 他有跟几家公司去做合作 一个就是我在之前跟大家讲的 你也可以请这个时间点 维星其实第二季是淡季 我要先讲它是淡季 为什么这一波这么的强 因为它第三季是旺季 AIPC跟AINV 它本身来讲 是不是属于有电竞品牌的一个NV 有吗 再过来 它有没有跨入到水冷 AI伺服器 有 它也跨入到AI伺服器 另外一部分它的机器人部分 叫做自主移动式的机器人 我们说机器人分层很多 Figular AI里面来讲 也就未来里面我们要发展的AI 脑袋是最重要的 我说台湾硬体的公司 不下100家以上都会做 自主式的移动机器人 跟所谓的 机器人手背是不一样的 机器人手背就是它一个 像一个手背 像起重机你知道吗 一个手背要 我们以后要的人型机器人 它就是要能够自主移动 所以自主移动的过程中 它会说 它会看 它会听 然后再过来加上什么 类神经系统预判 预测的部分 它本身就有做到 自主性的移动机器人 配合到所谓的一个螺身 这是机器人手背 你看因为它骨架低 就连拉了三根腾停板 可是我不敢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赚钱 加官五四七四的充态 它本身就这样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嘛就选 有赚钱的广名 它未来有达名 今天是涨停板的 再过来 或是你去选择 未来里面来讲话 有我跟你讲 比较多重题材的 就是微星 第一季就赚2块多 将近3块 第二季也有2块多 第三季是它传统的旺季 你再看它的一个 所谓的技术面 这边是不是出量 这边是出量 我还没讲这个是出量 那你原则上你守住 这个就是完成什么 我说左肩 底这是右肩 这个叫右肩突破 很多的个股 你都可以去选择右肩 整理的右肩的个股 去做买进 这就是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还有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谁也知道 虽然鸿海之前的paper 是失败的 但是它以后跟软银 一定是攻这个 那有鸿海 鸿海 或是你要讲红准 或是化汉 随便你 那我个人觉得说 与其选那么多 不如就去看鸿海好了 那只是说鸿海 大家都看200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因为我跟大家 推荐的时候是140 我跟大家讲的广名 是在上礼拜没有涨 我跟大家讲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违心 也是拉回的时候跟大家讲 那这就是我的个性 你自己去做留意 就像我们说要揭开个股 你要知道一些的题材 我说6805的一个富士达 没有一个老师会讲重股票 跌的股票 那我就跟你讲说 这是不是左肩 这个是底 它如果有右肩拉回的时候 你自己去做留意 为什么 因为它整个4月份 它是来自于5G晶片的缺货 那再过来 它在这种过程中第三季 第三季华为要出的折叠机 你知道全中国里面 折叠机市占率最高的 就是富士达 富士达是谁的公司 齐宏 齐宏就是可以做到 气冷跟水冷 所以富士达未来里面来讲 也会做到什么 AI伺服器的滑轨 滑轨它现在已经开始出了 从EU到2U在第三季 第三季也要出到 华为的三则四的 折叠机 还有Motorola折叠机 所以它第三季的营收会爆充 今年20块 明年40块 而且它的AI伺服器的比重 会越来越高 你自己觉得 如果打出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很多 打出右肩的一个机会在这里 就像我之前在讲这个 我说这个你不要每天看 右肩拉回的机会在哪里 1200多块 今天1510块 这就是右肩拉回的一个威力 就像我们在当时候 大家自己去看 我说我跟大家讲 秦城的时候 是这里 今天大家都会讲 秦城掌停板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秦城是这里 很多的个股里面 我们都是在讲什么 拉回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它会有很多 譬如说有投机个股 有投资个股 有高位阶的个股 有低位阶的个股 南极跟北极之中 短跟长 你的选股逻辑都是不一样的 我不能够否认 在这个时间台北股市里面来讲话 会有一点投机味道 譬如说我们在300多块钱 介绍3324的双红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3324的双红 跟3017的起红 在最近里面都比什么 低价的散热 是比较涨幅更小 低价散热像3338 为什么说我礼拜五不打开 原因就是它震得很凶 6125的一个答案 有没有震很凶 因为很多的个股 就是因为他们价格便宜 也真的都跨入到所谓的水冷 像泰塑的部分 它就跨入到什么 抖音 抖音就是用它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获利都呈现了一个大成长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要动足先机 而且是逢低去做布局 不是追涨停板 买涨停再来演 那不是鼠方的风格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间点 跟着鼠方逢低布局 动足产业的先机 跟鼠方未来的全新投资组合 站在赢家的这一边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一些的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料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资料仳omas